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翻译的原则上提供老师最大的自由 希望老师可以采取意义和自由翻译的模式 不要太担心 也不要被中文字句拘泥住了 为了提高这样的自由翻译的空间 我们甚至把中文稿已经修改了三次以上 再来 这些新创的词汇需不需要经过族人讨论 取得公信还有共识呢 我们想要老师也不用特别担心 老师当然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可以跟族人亲友讨论 我们不会限制这些 但是这不是必要的义务 一来 足以心词的工作 目前还在创词跟研究创词策略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是族人大量产生词汇的时候 因为有越多的基础 研究单位跟政府机关才能推动下一步的工作 再来就是我们的足以读本呢 本身是补充教材 它并不是特定给国小、国中 或者是高中的正位教材 所以在内容上面 不需要有特别统一的情况 我们接着经过了很多的筛选 我们一面思考足以读本的要求 也一面参考老师们的经历 那在选定各位老师之后呢 我们跟圆明会大量的大力的推荐 因为老师们的在足以推动 跟书写的创作经验 真的是这个工作的不二人选 所以我非常感谢老师们来参与这个工作 我也相信到年底 我们不只是会有作品 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心得 来让下一步的足以推动更加的稳健 那接下来就请老师们来参考 线上翻译的操作说明 谢谢 各位读本编辑老师好 我是研究助理阿若 我将说明读本的线上翻译操作 请老师打开Google的浏览器 在上方的网址栏位输入语发中心的网址 并按下Enter键送出 此时画面会直接跳转到语发中心的网页 如画面中所示 左上角会看到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中心 中间则有创词说明影片 有兴趣的老师可以观看此影片 我们将页面往下拉可以看到一个读本翻译平台 滑鼠点击后进入平台 此时会需要输入账号密码 此账号密码将会透过另一封电子邮件告知各位老师 输入完账号密码后按下送出即可登入读本翻译平台 请老师登录后确认画面中是否为您的方言 如果不是还请老师来电告知 读本翻译一共分为十个部分 老师只要看到对应的中文栏位 选择右边的编辑项目即可进入编辑模式 编辑模式直接输入主语并按下更新即可 编辑模式还有提供特殊符号 以及标点符号的功能 方便各位老师在翻译时直接点选使用 在右上角还有一个切换读本模式 读本模式则模拟读本的方式 采用一整篇文章的阅读模式 将滑鼠放在句子上 可以看到该句变成绿色 滑鼠点击两下 一样可以进入该句的编辑模式 编辑完成后按下更新即可 不管是列表模式或读本的模式 都可以进行翻译的工作 以上就是读本的线上翻译操作说明 老师若有遇到任何问题 欢迎来电语言发展中心 02-2341-8508 转802 或将问题以email的方式寄给我 我将尽数处理 Mari Mari Masar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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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